大家好,我是古叔 我告訴你為什麼要拍這條片 是因為香港有很多人都在吵架架 所以有很多架鼓可以說 今天就和你們說一個架鼓,真是很架的 激男士的7元,我給你這個架體力 那次我下巴喝酒 喝一杯酒的時候就認識了一個新朋友 他說他自己就從英國讀書回來 英國讀書的那些死人已經結束了 結束了就問他,你平時在英國做什麼 那他就說 他就這樣說,我平時放假呢 一有空就和我爸爸拿著西巴 最激烈的西巴唱唱那些 那不奇怪,英國有槍牌 那拿著西巴做什麼呢 他就說,整天射射在對面的狗 入些冰彈在膠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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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冰彈,那些冰彈 那些冰彈在膠裡 就整天射射在對面的狗 那我聽完之後呢 我就有兩個疑點 第一,你怎樣用冰彈子彈 你說像冰彈在膠裡 你講膠彈在膠裡 你講膠彈給我聽 你怎樣用冰彈來做膠彈 算了,算了 可能胡叔我 麥理上色不是更好 我不會 我們講大二個疑點 膠彈在膠彈,你媽媽 你想想,他說他和他爸爸兩個 整天射在對面的狗 是經常可以射膠彈 對面的狗 對面的狗做什麼? 只有兩個原因 第一,那隻狗不屎 你射,他也不屎 第二,主人是用膠的 他見到那隻膠死了 他就跑去同一個 哎呀,我的膠死了 買過那隻膠 第二個禮拜那隻膠又被人射死了 又買過那隻膠 我給你一個膠債 我給你一個膠債